各位好,歡迎來到資金樓事務所,又有卡紗彭偉珊 今天是11月2日,星期三,現在是10點22分 港股現在跌了130點 其實看回整個港股經過昨天一個比較急的上升 升了700年之後,整個走勢似乎未能有突破 令到大家先行在聯儲局的議席會議前減貨離場 令到走勢上出現了一些回調,一點都不奇怪 有時候看回昨天美國出的經濟數據 其實都在顯示美國通脹的確出現了一個輕微的回落 而且市場預計美國再大幅加息的時間應該不會太長 甚至有機會到明年的第三季前,整個美國時候會見頂 也有一些更加樂觀的預期,就是三月份 美國會是最後一次加息,不需要再加 所以大家對美國方面的息率,憂慮都會減少了 尤其是昨天說出的美國一眾製造業的數據 無論是十月份製造業PMI,大概是50.4 另外也要看回ISM製造業PMI是50.2 基本上都可以這樣說,無是明顯超出了大家的預期 仍然看到美國的整體經濟狀況不算太過差 所以如果你看看昨天的整體,美國加息的預期 好像是看回聯邦基金利率來說 11月份的期貨暗示著加息的機會 仍然在75點至75點 這個當然和之前的預期是沒有分別的 但去到12月來說,整個加息的預期 仍然維持在大概五成以下 都是暗示著大家對於未來的真正美國的 12月份加息的預期沒有進一步推升 和之前來說,回調的走勢是非常接近 因此因素,看到整個美股或美匯來說 近日出現一些正常化的形態之後 都在高位裏面繼續陪陪 例如你看到,美匯經過連續兩天的反彈 大概去到11.5的水平 已經沒有再轉一步去推升 都是在10天的移動平均線附近 是繼續復復著的 當然,現在整個的美國仍然在加息的上升周期 當然,美匯未有這麼快可以回復下跌的走勢 對於股市方面的確是有阻力在此 不過,也看到整個道指 經過連續兩天的回調 仍然仍然在高位 也看到整個跌浪由34,280點到28,060點之後 這一轉的反彈,61.8%的阻力突破之後 還未有跌下來 不過,大家看過道指的走勢 的確是要留意的 就是,短期來說 指數在一個急升下 令到布里加通道的垂直高度非常之闊 亦都利用布里加通道的闊度比率 去作為一個分析 亦都已經去到今年6月份的闊度水平 所以,很大機會 會在未來的時間 導致整體升幅會受到一定的限制 加上,現在來說 經過兩天的回調 都看到RSI 開始由高位慢慢地跌下來 當然,現在來說 RSI還未跌到70%以下 都未預示著整個美股的反彈洞瀉消失 大家都可能把焦點放在今晚聯儲局的議席會議 如果議席會議後的會後聲明 是偏向及佛蟹的話 當然可以幫助大家 消除了繼續大幅加息的擔憂 美股當然還可以繼續升 但是,如果這樣看回的話 美股在前幾天 即是連升兩個多星期之後 來到這些高位來說 總是說,真的 這個聯儲局沒有再放鷹 基本上市場 是很難再進一步上升 就算真的升的話 這個幅度也是非常有限 除非真的放一隻非常急派的言論出來 令到大家來說 將未來整個美國息率的預期 可能在第一季已經見頂的話 這個看法就很不一樣了 到時來說 道指就會有一個很大的機會 向上衝上去 8月份的高位 34,281點 至於港股來說 昨天如果大家有留意 早段時間來說 已經有一批資金衝進來 當然,當時升幅的幅度 只是百多點 和下午的時間 那個升幅 最多是900點 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最主要是昨天這麼大的升幅 原因是來自於市場 預計內地方面 有一些放風 是會說明年會完成 所謂的動態清零 不再好像現在這樣 要求一部嚴謹的動態清零 變相逐步地推出動態清零 內地的經濟是有望 正常的軌道 而且市場繼續看回 關於騰訊 而騰訊的大股東 在市場上持續 去拋售手上的股份 令到整個廣告 在之前一段 比較長的時間 繼續下跌 不過去到昨天 突然間有消息 就說 南非大股東 不再拋售 暫停拋售股份 甚至有一些消息指出 中信會走出來 接收了手上的貨 當然 其後來說 中信也出來 否認了傳聞 令到昨天整個股市 沒有辦法突破到主要的關口 無論是15,585點 甚至是10天線 都未能成功突破到 也看到 在昨天最後升了768點下 恒指 如果看回30分鐘後 也是升到到 暴力甲通道的頂部 到15,632點之後 隨時會下跌 帶動了RSI 所以是從70流上回回到 當然如果我們以RSI去到70%的情況下 無論是日線圖或即時圖的30分鐘圖 都是有回調的壓力 因此今早來說恒指是殺手低 跌的幅度不多 例如恒指只是跌了0.43% 另外國指是0.64% 科指是跌了0.89% 科指是跌得比較多 因為金銷槽三個主要指數都有資金流出 當中恒指走了4.9億港元 而國指是6.04億港元 而科指是5.65億港元 雖然科指只走了6億都不夠 如果計算金額不算大 但若我們將焦點放到拋貨比率 就走了大概86.6% 即是相關股份的資金流走 佔了他們自己本身的成交 這也是顯示著一件事 投資者似乎還是在科技股份有所擔憂 而拋售股份令到壓力很大 因此今天也預計到 在上半周的一段時間 指數下跌 主要是在科技股份裏 成為拋售對象 也預計到在短期裏 整個科指升得太快 亦反彈太多 都會令到投資者先行處理股貨里長 至於如果看回日線圖 我們都留意到 整體行指 由今年3月份低位18,235.5 升到4月份是22,525點的水平之後 整個回調 100%即是抵消債之外 亦是以1.618倍跌下去 原本的支持位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回調目標 就是15,585點 但跌多過這個水平 落到最低是14597 這兩天的反彈 在15,585後 又再跌下來 似乎是一個比較大的心理關口 我相信現在來說 如果看回指數 要向上升上去 今次結束一浪低一浪的形態 第一關要試的 就是15585這個位 能夠站穩 第二關要試的 當然就是十天線 也看回十天線 現在來說 大概是15,400點 今早來說 在這個水平附近 是繼續陪陪著的 而最後一個 比較大的防線 就是20天的二浪平均線 水平大概是16,100左右 所以整個市要反彈上來 可以說很多的阻力 都是一個很大的困難度 令到整個市 經過一個急升之後 來到現水平 是一步一步要站穩 才有力再進一步 再向上 看回這個星期來說 其實除了聯署局今晚的議息會議之外 也要留意到 接下來的就業的數值公佈 因為看到 今個星期 會陸續去公佈 新生領失業救濟人數 另外也會公佈 整個10月份的就業率 那個失業率 會不會有機會回升 因為現在去看 美國的整體通脹 大家最擔心的 仍然是說 一是房屋 二是人工開支 大家都看回整體 對勞工的需求 仍然是狀況 都不排除 會成為 拖累著整個美股 也好 甚至是港股的一個重要因素 因為始終來說 美國聯儲局 一旦看到勞工市場 仍然是很強勁的增長 以及看到整個製造業 沒有出現一個大規模的收縮 他們未必這麼快 是願意去做一個 減低整體的加息步伐的決策 因為始終來說 整個的通脹 要按下去 就是聯儲局的目標 兩個percent 都要一段時間 以及要相當之大力 整個的加息 在現在這個時間 大家都不要預期 這麼快會見頂著 今天來說 市場將焦點會 放回今晚聯儲局的議式會議 575點子的加幅 基本上是沒有原念的 焦點都會放回會後聲明 道指來說 連續第二天會跳 雖然跌的幅度是有限 但是暫時 布里加通道頂部會擋 четider 會擋著大市去路 令到道指來講 未必有很大的升幅 至於 雖然nd終情況 帶動了700點後 切斷制大mb6往內 因來會 goal-tut 提議的上升 5,585點 未能突破這個阻力 投資者都會選擇先行減榜 今天因為打風的因素 應該下半週就會沒事 所以都會令到投資者 趁早市時沽貨里長 來到早段時間 看到資金流出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就是溫天提示 如果真的打風的話 港股是沒事的 大家要小心 今次的風雖然不是颱風級數 但是風力也不弱 大家出街的時候 記得要小心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各位對於 個別股份 甚至整個大市的方向 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會盡快回覆大家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